有越來越多的人 會從台灣的宜蘭花蓮出海 跟著賞金團到太平洋 尋找金魚的蹤跡 可遇不可求 沒那麼幸運可以每次都看到金魚 不過真的有人幸運過頭了 在泛舟時遇到了20隻海中最凶猛的生物 沙人精 虎精 還好最後都險象還生 海面下 在潛水員身旁 這些巨無霸們是誰呢 是世界上最大的鯊魚 金鯊 牠們身上有著一排排整齊的白色斑點 和方形的嘴 不同於恐怖電影中血盆大口的鯊魚 金鯊的模樣很可愛呢 溫和的金鯊以浮游生物為食 對人類也很有善 一對海洋學家 在印尼海域研究金鯊之間的互動 幸運遇到一群15隻金鯊 和牠們一起游泳 這可是所有潛水員的夢想 如此近距離看金鯊 讓人很想摸摸牠們 但實際上金鯊可是長達十幾公尺大 在海邊泛舟卻近距離接觸到了海洋中最兇猛的生物 土金 我就是死了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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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不是一頭 是一群至少20頭的殺人精 天啊 天啊 你真是罵我嗎 牠們有的在皮艇周圍游動 有的甚至出現在皮艇下方 現象還身 這樣的場景恐怕一生難得一見 船上的兩名女士一邊嚇得發抖 一邊又感到驚喜不已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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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